目前,欧洲顶级女排联赛已经进入到了关键阶段的争夺 尤其是意大利、土耳其的国内联赛以及欧冠联赛 每年这个时候,都是转会新闻不断 今年也不例外 5月开始国家队赛季就要开始 而此时,各支强队已经纷纷下赛季提前做出部署 明年就是2024巴黎奥运会了 不过有了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前 朱婷回国加盟天津队 反而引出一系列问题的前车之鉴 我认为这一次 朱婷会继续留在海外的高水平联赛打球 这样不但可以保持状态 还可以保证健康、科学的对待伤病影响 本赛季,朱婷效力于意大利斯坎迪齐队 同队的还有结束国内联赛办成加盟的天津队二传摇迪 那么朱婷下赛季会加盟哪支球队呢 朱婷本赛季的身价约为130万欧 折合人民币950万元 随着手术后伤病的恢复 下赛季朱婷的正常身价至少可以达到150万欧 折合人民币1100万左右 近日就有欧洲的体育媒体率先爆料 朱婷下赛季或许将会继续留在意大利女排联赛的斯坎迪齐队 完成续约 而球队还将引入意大利国家队主力接引埃格努 两人加起来大约为250万欧元 其中朱婷150万欧 埃格努100万欧 埃格努本赛季在土耳其瓦基福银行队遭遇了水土不服 球队一贯难球 而且随着瓦尔加斯入了土耳其籍 已经与兴趣浓厚的瓦基福银行队达成转会协定 也就是说 下赛季埃格努确定将离开瓦基福队 对于他来说 加盟意大利斯坎迪齐队 与朱婷搭档成为队友 也不失为合理的一种选择 另外 斯坎迪齐或许还将引入塞尔维亚二传 奥杰年诺维奇 丰富球队的整体实力 假设如此 朱婷与球队须约 或许下赛季将大有可为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同样也是好消息不断 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球员走出国门 刘洋参加海外联赛 加深交流 也有了更多锻炼与进步的机会 比如朱婷能够继续在高水平的海外联赛打球 一定是比回国 搭养生排球好的 另一方面 越来越多的女排国际赛是 落户国内 比如2023年的女排试剧杯 以及VNL世界女排联赛等 到了明年 各类赛事的申办和落户只会越来越多 中国女排的更多赛事将可以直接在国内城市完成 省去了舟车劳顿的辛苦